患癌两年之后,癌细胞竟然消失了,美国最新研究表明,经常食用这种食物,癌细胞也得绕道而行。 在四川广汉,有一位四十多岁的老汉,于去年初春,不幸被胃癌缠身,经历了手术,切除了大部分的胃组织。 然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病情不仅没有恶化的迹象,体内癌细胞的踪迹甚至几乎消失,这一转变让医生们都嘖嘖称奇,纷纷探寻其背后的原因,谈到癌症。 这向来,是一个让人讳莫如深,却又无法回避的话题,生命之术难免遭遇风雨的侵袭,疾病便是其中之一。 在众多的疾病当中,癌症凭借其独特的威慑力,使人一旦确诊,仿佛就能听见生命沙漏加速流逝的声音,在传统的观念里。 癌症的愈后常常以生存期限作为衡量标准,比如一线癌一年生存率之低令人胆战心惊,肺癌五年生存率也不容乐观,数据令人触目惊心。 2015年,中国约有393万人被癌症的阴影笼罩,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超过一万人的世界因此发生改变, 每分钟将近有八人不幸被确诊。 在人生的旅途之中,女性与癌症相遇的概率约为三分之一,男性则更高,近乎二分之一。 长久以来,癌症被视作基因的宿命,似乎从一出生就注定了要与病魔展开抗争。 但是,基因真的是不可撼动的定数吗? 日本,这个已长寿文明的国度。 同时也是全球癌症发病率较低的范例,有趣的是,当日本人移居到美国之后, 其癌症发病率却显著上升,接近当地美国人的水平。 这一转变中,基因未曾改变,唯有生活方式,尤其是饮食习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有力地证明,生活方式,特别是饮食,对于癌症的发生和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 癌症并非完全由基因掌控,生活方式的贡献率高达九成,而基因因素仅占一成。 这意味着,尽管我们的基因图谱在出生时就已经确定, 但如何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引导这些基因的表达,成为了我们手中掌握的关键。 美国最新的科研成果,揭示了六大亲民食材具有防癌抗癌的神奇效果。 日常适量摄取,或许能够让癌细胞望而却步。 首先是大蒜,被誉为抗癌之王。 其独特的大蒜素成分,如同化学盾牌,有效地阻断了体内亚硝酸案的生成途径, 尤其受到北方人的喜爱,他们偏爱生吃大蒜,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抗癌功效。 一旦大蒜加热煮熟,其抗癌特性则主要转变为调味的作用。 其次是萝卜,这一自然的解毒剂,兼具利尿,消炎,化痰止咳等多种功效。 萝卜中蕴含的抗癌明星,银朵,身受老中医的推崇, 不仅有助于防癌抗癌,还能促进消化。 淡雅的口感之下,隐藏着对身体的众多益处。 日常的餐桌上,不妨多增添一份萝卜,性子肝也是一大亮点。 作为维生素B17的丰富来源,这种维生素展现出卓越的抗癌潜力。 性子中的活性成分仿佛是体内的氢稻肤,吸附并消灭有害物质, 同时滋养身体,是健康零食的优质选择。 红薯,在中医眼中是药食同源的典范, 具有开胃通便,健脾和血,益气生津的作用。 其内含的化学物质更是预防结肠癌与乳腺癌的得力助手, 长期适量食用,为健康筑起坚固的防线。 香菇,被誉为君中皇后, 其多糖成分如同免疫系统的强化剂, 不仅能够扶症不虚,增强机体的抵抗力, 还能有效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其美育并非空穴来风, 食乃防癌抗癌的佳品, 最后提到的是玉米, 其高含量的纤维素, 是大米的十倍有余, 这一特性极大的促进了肠道的蠕动, 加快了废物的排出, 减少了有害物质在肠道内的滞留时间, 对于预防肠炎及直肠癌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综上所述, 这六大食物不仅是餐桌上的常见之物, 更是我们防癌抗癌的有力助手。 无论是健康人群还是癌症患者, 适量增加这些食物的摄取, 都能够为身体带来积极的影响, 助力我们更好的对抗疾病, 守护健康, 拥有强健的体魄, 需要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着手, 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 未雨绸缪, 守护健康, 以下六大健康禁忌, 务必要铭记于心。 一, 严禁吸烟, 远离二手烟的危害, 这是对自己以及他人健康的尊重与守护。 二, 避免摄取经过油炸, 烟熏, 烧烤, 或者添加化学防腐剂处理的肉制品, 以降低潜在的健康风险。 三, 警惕霉变的食物, 尤其是容易受潮的米, 大豆, 玉米, 花生等, 一旦发现霉变, 应当立即丢弃, 以防霉菌毒素侵害身体。 四, 病气偏食和暴食的不良习惯, 均衡摄取各类营养素, 是维持身体健康的基石。 五, 细嚼慢咽, 避免狼吞虎咽, 让食物充分与唾液混合, 促进消化吸收, 同时减轻胃肠的负担。 六, 谨慎选择果蔬, 对于可能残留农药的瓜果蔬菜。 建议使用碱性溶液或者清水, 充分浸泡冲洗, 以减少农药残留, 对健康的潜在威胁。 药食同源, 科学的膳食是防癌抗癌的坚实基础, 这需要我们长期坚持, 遵循合理的膳食原则与科学的食谱, 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此外, 现代科学已经多次证实, 压力与癌症之间, 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长期处于消极的情绪, 焦虑抑郁的状态, 不仅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还会影响癌症的治疗效果。 正如病由新生所言, 动物实验也多次验证, 持续处于压力之下的生物, 更容易罹患肿瘤。 而且, 癌细胞转移的风险也会增加, 对于癌症患者而言, 情绪压力更是治疗过程中的一大挑战, 它直接影响治疗效果。 复发率以及生存率, 因此, 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对于预防癌症, 以及提升癌症患者的生存质量, 至关重要。 人人都有癌细胞, 它喜欢你做这三件事, 别给它可乘之机。 癌症, 这一现代社会的隐形杀手, 至今仍是人类医学难以彻底攻克的严峻挑战,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数据。 2020年, 中国境内新确诊的癌症病例高达457万例, 随之而来的是超过300万人的不幸离世, 这一数字触目惊心, 提醒着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正式癌症, 积极投身到对其预防与认知的行列之中。 一, 人体内的隐形威胁, 癌细胞的潜伏与觉醒。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副主任马飞医生深入剖析指出,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每个人的体内都存在着癌细胞的可能性。 这些潜在的危险分子, 实际上源于正常细胞的异常变异, 在人体细胞不断更新换代的宏大舞台上, 每天都有无数的细胞诞生和消亡。 而当这一过程出现偏差, 极有部分细胞发生错误, 它们就有可能踏上癌变的道路。 幸运的是, 人体拥有一套精力的免疫监视系统, 如同忠诚的卫士, 时刻巡逻, 将绝大多数错误的细胞扼杀在摇篮之中, 从而确保只有少数变异的细胞难以发展壮大, 形成癌症。 然而, 当免疫防线出现漏洞, 或者变异的细胞逃脱了监控, 它们就可能肆意地增值。 最终酿成癌症的悲剧。 二, 生活恶习, 滋养癌细胞的温床, 癌症的形成, 往往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紧密相连。 以下三种行为, 正是癌细胞所偏爱的, 它们如同催化剂, 加速了癌症的发展进程。 懒惰之祸, 现代人久坐成席, 无论是在办公室里长时间服按工作, 还是在家中葛优糖, 都无形中为癌症埋下了隐患, 久坐不仅减缓了肠道的蠕动, 增加了肠癌的风险, 还容易导致负行肥胖, 进而与肝纤维化, 肝癌等疾病密切相关, 节俭之伤, 节俭原本是一种美德, 但如果过度, 就可能适得其反, 变质食物中的黄曲霉菌, 扩展青霉等有害物质, 都是潜在的致癌元凶。 此外, 为了节省电费而不开抽油烟机, 让厨房成为有害气体的聚集之地, 长期吸入这些物质, 无疑加大了肺癌的风险, 尤其是对于女性群体, 放纵之害, 吸烟与酗酒, 是放纵生活方式的典型代表, 也是癌症的重要诱因, 烟草烟雾中的数百种有害物质, 尤其是七十余种致癌物, 如同慢性毒药, 侵蚀着人体的每一个细胞, 而酒精更是直接与多种癌症的发生相关联, 其危害不容小觑, 因此, 为了自身的健康与幸福, 我们应当摒弃这些不良习惯, 积极拥抱健康的生活方式, 通过合理膳食, 适量运动, 戒烟献酒等措施, 我们完全有能力将癌症的风险降到最低, 为自己和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健康防线, 三, 癌症的狡猾伪装, 警惕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警示信号, 在癌症悄然滋生的时候, 它仿佛一位高超的魔术师, 能够以诸多与普通疾病相似的面貌, 蒙蔽我们的警觉之心, 使得许多患者错失了早期发现的宝贵时机, 因此, 当以下症状不期而至时, 切勿轻易将其归咎于寻常的疾病, 而应当警觉, 这可能是癌症的预警信号, 体重的悄然流失, 并非减肥之喜, 或许是癌症之警, 一项由英国牛津大学与埃克赛特大学 联合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的权威研究, 通过对六, 四万名受试者的深入观察, 揭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 在体重突然下降后的六个月内, 有908名受试者不幸被诊断出癌, 其中肺癌, 节脂肠癌, 胃癌, 食管癌, 一腺癌及淋巴流赫然在裂, 此研究表明, 体重骤降或许正是癌症在体内肆虐的初期信号, 其风险较常人高出两倍有余, 恍然之谜, 并非上火之兆, 或许是肝胆之极, 当眼睛, 皮肤乃至小便莫名泛黄, 切勿简单地认为是上火, 这或许是肝胆系统发出的紧急呼救, 肝内或肝外胆管受阻, 胆汁回流至血液, 导致全身性恍然, 若此症状伴随乏力, 贫血, 体重减轻, 更应高度警惕, 这可能是胰头癌, 胡腹部癌, 胆管癌等恶性肿瘤的阴影, 已悄然逼近, 便血之祸, 痔疮之外, 或许是肠癌之忧, 直肠癌常常被误诊为痔疮, 皆因二者症状相似, 尤其是便血这一共性, 然而, 仔细辨别之下, 直肠癌的便血多为暗红色, 并伴有粘液, 与痔疮的鲜红血液截然不同, 此外, 肠癌还可能带来排便习惯的改变, 大便形态异常, 理疾后重感, 疾腹部不适等症状, 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警示灯, 消化不良的迷雾, 未病之外, 或许是癌症之余, 在我国, 肠胃疾病高发, 消化不良, 常被视为寻常, 然而, 胃癌, 食管癌, 肝癌, 十二指肠癌等多种癌症, 同样能引发消化不良, 尤其是当消化不良症状频繁出现, 尤其是年龄超过40岁的个体, 更应提高警惕, 及时就医排查, 以免错失治疗的良机, 癌细胞虽然潜藏在每个人的体内, 但并非必然发展为癌症, 通过关注并改善生活习惯, 我们能够有效地降低这一风险, 面对身体的任何不适, 切勿掉以轻心, 及时就医检查, 是守护健康, 抵御癌症的明智之举, 即使不幸罹患癌症, 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仍是我们赢得生命之战的关键, 那些人群面临更高的癌症风险, 家族遗传背景显著者, 某些类型的癌症, 如肠癌, 乳腺癌及胃癌等, 具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 若家族中有此类癌症的病史, 个体很可能携带了与癌症、 易感性相关的遗传基因, 从而使其罹患相关癌症的风险显著增加, 饮食习惯不良者, 并从口入绝非空穴来风。 多种癌症的诱因可以追溯到不良的饮食习惯, 例如, 护士饮食卫生可能让幽门螺旋感菌, 有机可乘, 增加胃癌的风险, 长期维持高动物蛋白, 高脂肪而低膳食纤维的饮食结构, 使诱发肠癌的温床, 频繁摄入超过65摄氏度的过热食物或饮品, 则会对食管造成热损伤, 反复刺激下, 亦引发食管癌。 生活习惯不佳者, 不良的生活习惯, 诸如吸烟、 酗酒及长期熬夜等, 均被视为癌症的高危因素, 这些习惯尤其与肺癌, 口腔癌及肝癌等癌种的发病风险密切相关, 情绪状态长期不佳者, 情绪健康对于身体健康同样至关重要, 乳腺癌的发生与发展就与情绪状态紧密相关, 长期处于焦虑、 恐惧或抑郁等不良情绪中, 会对乳腺组织产生不良影响, 直接提升乳腺上皮细胞癌变的风险, 成为乳腺癌发病的潜在威胁, 防癌密药全解析, 饮食密药, 揭开健康饮食的神秘面纱, 关键在于其多样性与均衡性, 建议年龄小于12岁的孩童, 每日起码摄取五份不同种类的新鲜蔬果, 以滋养身体, 助力成长, 而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们, 男孩应达到九份, 女孩至少要有七份, 以此满足身体发育的需求, 抵御癌症的侵袭, 运动密药, 充满活力的生活, 其秘诀在于规律运动, 每天至少进行一次, 时长不少于三十分钟的锻炼, 每周累计五天, 使心跳加速至170减去年龄的数值, 激发身体的潜在能力, 摆脱癌症的阴霾, 生活密药, 戒烟限酒, 乃是迈向健康生活的首要步骤, 男性尤其需要加以警惕, 及时戒烟, 能够显著降低罹患肺癌, 喉癌以及胃癌的风险, 同时, 要控制饮酒量, 每日的酒精摄入量不超过20克, 理想状况是远离酒精, 守护整个身体的健康, 体重密药, 肥胖, 是癌症的隐匿推手, 积极管理体重, 对于负行肥胖者更要加以重视, 女性的腰围适宜控制在80厘米以内, 男性则不应超过85厘米, 以预防乳腺癌, 子宫类膜癌, 肝癌, 甲状腺癌, 以及肠癌等多种癌症的发生, 体检密药, 早期筛查, 早期治疗, 是守护生命的坚固防线, 有癌症家族史的人群, 应当提前开展防癌筛查, 没有家族史的人, 在40岁之后也应定期进行筛查, 做到未雨绸缪, 借助胸部低剂量螺旋CT, 甲胎蛋白与肝脏超生, 胃肠镜等先进手段, 精准打击各类癌症的威胁, 生命不息, 细胞的分裂与染色体的复制从未停止, 在每一次这样的过程中, 都可能潜藏着基因突变的风险, 而变异的细胞正是癌细胞的雏形, 所幸的是, 强大的免疫系统是我们最为坚实的屏障, 它能够及时清除这些潜在的威胁, 因此, 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 提升免疫力, 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 是我们对抗癌症的有效手段, 摒弃不良习惯, 保持膳食均衡, 远离烟酒, 保证充足的睡眠, 让健康成为我们最为珍贵的财富。